消防局第六大队在8号当天晚上进行了新北市政府一销第六大队长布达以及交接典礼 现场是由消防局局长黄德卿主持 包括了景一销以及民意代表们都前来与会 大家也感谢袁大队长陈守仁的劳苦功高 另外新任大队长徐登贤则表示 第六大队辖区包山又包海一定会用心做好消防协情工作服务民众 8号晚上在这场新北市义勇消防总队一销第六大队大队长布达及交接典礼上 包括景一销名义代表及细子区长瑞芳区长都前来参加 原本的大队长陈守仁即将卸任 而前来主持的消防局局长及来宾们都肯定他的用心 这几年来在消防工作付出的心理 我们陈大队长这几年来 他做我们陈小平台大队的大队长 他已经是从基层做起来 所以他长期以来对于我们六大队 不管大小的活动任何的灾害都无意不与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过去我们的陈大队长的辛苦 我们来着陈大队长的这样 给他打这份好感谢好不好 好 益销服务了37年 37年了 这个期间受到大家的鞭策 还有大家的鼓励 才有做到驚人 驚人终于卸任了 但是我现在站在大队长 那个新的大队长 一个非常优秀的大队长 几十年来一直在益销这个岗位上 并且在这几年接下了第六大队长的重则大任 在这包山又包海的辖区内实在是不容易 而这次卸任大家特别感谢 而当天也颁发了感谢奖座 另外这一位就是新任的易销大队长徐登贤 虽然他有自己的事业工作要忙 不过还是愿意付出时间心力为消防服务 我们徐登贤徐大队长 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人家说成功的企业家都会过于返乡 他不是回来做事 他回来让我们大队长 包括系纸瑞芳地区的 我们的百姓 也为我们的消防服务力来负责 我以虔诚愉快的心情 在此接受陈大队长的 交互接班第二大队大队长任务 也感谢前提 达我姐妹弟兄们的政可许可 我将会遵循陈大队长 过去关心第六大队事务的精神 各界列宁祝贺新旧交接 新人新气象对于地方的期许 新任大队长表示一定会用心做好消防协钱的工作 介绍从慧玲西纸采访报导 紀念田 按钧